larō 二煎煎 1975年來新西蘭開五角 一教的就是四十多年了 1000年後,人家還知道 我是新西蘭那五叔冊大哥 阿迪萨亚 血钻 戴维 布莱德 这一串响亮的名字 在伯迹爱好者们的心中 早已如雷贯耳 可这些著名的新西兰拳手 竟然都师出同门 他们的师父就是功夫太斗 林正川 我老家是三头四 我小时候我喜欢看那些武器小说 比如那些那个大学 那些人特别崇拜 那时候李家教在三头非常流行 那我61年的时候就开始亮拳 那我的朋友 他们叫我林正川 为什么你在新西兰拳不叫拳 我说哎呀不想叫 叫的是叫那个洋人 你亮了那么多年 不叫不是浪费 那跟他说了 那些朋友说了 那也是对 在中国教过强 在香港教过强 那来新西兰为什么把这些工夫 那个不发扬广大了吗 当时拳馆的物质条件还有设施可能不是很理想 但是林师傅这边带领我们以拳馆的这种精神 以这个拳馆的这个凝聚力 带所有的拳手去打胜仗 但是说实话你在国外 我们是那个中国人 你想在新西兰在洋人的地方 天下非常不容易 所以我告诉我自己 我说我林正中不教语 一教语我一定要教得最好的 现在全个新西兰最好的拳手拳王 那都是我徒弟徒书 我们继续过来的世界 我只是他和我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一起 所以他变成了 他变成了一个父亲 你呢 Sifu Lam 他就是那个教语 他就带了我 他就带了我 所以就带了几乎 我认识到其他地方 从家里到工作 我认识到 可否改成的人 I think he's amazing it's just he's accomplished so much in the kickboxing world in New Zealand and he's very kind especially with me because I'm one of the only girls at the gym he's reall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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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